好 學會 對 那為什麼 太棒了 這樣子沒有感覺 那還是先從我自己講起好了 我本身是讀體育學校的人 對 那 你們對於體育學校的人的想法是怎麼樣 對 因為其實 其實蠻多的紀念概念 像我們回家 回家掃墓 然後 就會說 你們女兒是暗得啊 然後就說我讀台詞 然後他們就會一陣沉默 對 對 對 通常會讀台詞 我說我說我說我讀台詞 一陣沉默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並不覺得這樣 就一開始 一開始我讀先從佳女馬 然後讀到台詞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 你一個普通高中的人 那讀到台詞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當然身邊媽媽也有一些壓力 那我也有一些壓力 對 可是我會覺得說其實並不會太差 因為像我在台詞的時候 我就自己創設 因為其實台詞 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環境 然後資源也不多 不像一般大學 社長活動非常豐富 那從家裡玩其他社上台 會 我不能夠理解說一個大學的社長活動 這麼的頻繁 所以我自己就創設 創了一個其他社 那創設的過程當中就是 有要請棉花糖來我們學校做表演 那甚至要請到魯廣舟來我們學校做表演 就是 因為我覺得說 我不甘是一個 就是 就在台體一個 就這樣平法環境之下 過生活的一個學生 所以我就弄了一些很多東西 想要把這些東西進來 然後刺激我們的學生 然後大家弄弄弄 然後也就畢業了 然後畢業之後到了社會當中 我原本想說在台體其實 有這些的社團經驗 然後到社會 可能可以做些什麼東西 開始在打噴 很酷啊 好像在看牙齒啊 對啊 然後出社會之後 其實開始面臨到一些問題 就是 生活上面的一些壓力 對 譬如說包含說 你必須要自己 付擔你自己的生活費 那就開始你必須要去找工作 那你就相對上面 有這些心理去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 就因為這樣子一年兩年 一年多的時候 然後就因為工作 我就覺得說 你正在工作了 我覺得不行 當初之前在大學生 這麼有拼勁 在搞社團 然後坐地想做事情的我 或者是 就是很鼓勵身邊的人 去坐地想做事情的我 就這樣就不見了 我那時候真的看不到我自己 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這社會變成這樣 每天回來都很累 然後就睡著 然後起來就上班 然後每個月領到兩萬八 這個 啊 這什麼可以講 對 就算一般的那種大學生 日期可以這樣 去看生活就是這樣 然後回家 就是也沒有什麼東西跟媽媽分享 去工作嘛 沒什麼好分享的 對 然後直到就是我覺得說 這樣真的不行了 然後我就開始去參加一些活動 也不算強迫自己去參加活動 就是我自己也很愛參加活動 就只是 把工作上面一些事情 重心遇到我自己本身的生活上面來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就開始參加 譬如說飛盤活動 因為我之前其實 就有接觸 欸 你上飛盤長怎樣 怎麼辦 對 之前的話在台裡 我們就有很多的一些體育活動 然後飛盤是我有接觸到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打的是戲牌 那比較沒有時間去用飛盤 那之後我等到大四 有修飛盤課 以及到大四學畢業之後 才開始慢慢的再練飛盤 對 這是我在華盛林國東 華盛林國東 華盛林國東 你有沒有看過嗎 他是飛盤 對 然後他有很多賽制 有嗎 國外應該蠻多的吧 對 他有分爭奪賽 也有分個人賽 然後也有分高爾夫 支援賽 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 然後如果有興趣 等一下五分鐘去 我也可以問他 對 對 然後之後就去參加一些活動 然後直到參加公民島 世界公民島活動 大家有沒有世界公民島嗎 對 就參加那些活動 然後遇到很多很熱血 很熱血 像各位一樣就是非常有想法 然後也是付出一些行動 想要去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想要改變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想要把這些系列裡面 就是發揚出來這樣子 然後就參加那個活動 然後認識一些人 然後開始自己 那個 在黑暗當中 好像找到了一絲光芒的樣子 覺得好像就是這個方向 我找到我自己 然後就是 跟著他們一起參加 然後到12月的決選 然後雖然說我們沒有選上 但是因為身邊這些人的影響 然後我們就開始 有一個談談這個想法 雛形 一個概念 非常的模糊 還沒有抓到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一直到1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到台中BRT在蓋碼 然後就覺得說 嗯 這個旅行家不應該是有這些計畫之後 出去執行 才想說要回來改變台灣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 那個時候就有一些事件正在發生 我們應該要 就去看這些東西 然後試著去了解它 試著用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力量 可以試著改變它 所以在2月的時候 就是有邀請到 那時候之前有去巴西 看他們BRT一些設備的一個旅行家 對他蠻酷的 然後請他回來分享 就大家分享的方法 就是其實就大家吃吃飯 然後就可以看到 甜之有主題的一個吃飯 一個聚會 然後接下來就這樣 欸 開始我就覺得說 欸 既然說有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 於是在一次的聊天啊 談話當中 就有這個談談這個名字出來 嗯 那 那談談的話 就是也很開心 用這個夥伴可以跟我一起創辦 他是家家 是我是我是我是 對對對 就是我們那時候 其實就是一直在聊這個東西 我們就覺得說 嗯 很多東西 像他剛剛有介紹到 就是我們認為台灣對於成功的一個定義 好像就是非常的一個負責 就是月薪多少啊 什麼就類似這樣子一個東西 我們就覺得不是 我們覺得說其實生活上面 很多人正在為自己的夢想打拼的人 他們都非常真的被看到 就很像焦點 他們今天辦了這樣的活動 讓很多人設計的人 就是有這個舞台可以發展 就是說我現在在做這個東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這個地方 然後join他的一些活動 或者說知道他的一些活動 這樣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稍微看一下 我們談談的一個影片好了 對 我們還蠻新的 對 我今天的主題其實叫做夢想起步走 不是起步走 我覺得我們才剛開始 所以我希望可以看一下我們 談談 那個時候我們第一場是邀請那個 一直躲下去 一個叫堅神的人 他從香港 騎腳踏車到西班牙 喔 葡萄牙 葡萄牙 對 西班牙 這個時候大家 喔 第一次分享我們之後 然後大家有一些 開始有一些 想法 對 那邊是水堂 水堂一加入我們的活動 這就是我們自從就是 我們第一場之後 就是留下來幫我們的人 我們沒有要求他們 他們就自己留下來 那甚至幫我們做影片這個人 是他自己自發心的幫我們做這個東西 那這是我們三月的活動的時候 打的廣告 這三月這個活動的人 也很哭到自己跑步長道 對 然後現在自己正在做一些 跟跑步相關的一個 入跑活動的一個公司 所以叫做雞蛋黃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他也是體育人 為什麼我們剛剛要以體育人做開場 就像大家對體育人 會有一個祭奠關鍵 就說第一個可能出路不多 你可能練個跑步 可能就是跑步這樣子 那未來你都當一個教練 不然就是不見了 對 那但是我覺得說 我身邊看到 我所看到的體育人 包括還有這個學長 他們就是 把體育這個東西 化成一個精神 再把這個精神化成 他自己想要做一個事情上面 對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在很多在追求夢想上面的人 都看得到的東西 嗯 所以我是這樣去做介紹的 然後 我會看到 他現在看得到 我們現在能夠封面 說哪裡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